喜阳无险后只是仅晃魂呐 你怎么和以前的画风不一样呢 哎呦啊 别怪我多岁啊 现在并非晚上你这一身野行艺 不是更忍忍注目 我去嫩多日儿 这个细节就不要在意了 说吧 早会有什么事 大人 上次哎呦我收下 冒冰犯了 冒数冒久嘞 或计或聊嘞 无意间少得了大人 什么大人多多饱汉呢 我不计较这些虚理 我只图实事 这个花满楼里 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 而我帮你做的事情快成了 敢问你肯否愿意 先表明诚意啊 哎呀按东按东 按包整啊 今夜滋事 大人 你肯定能收到家里边的书信 如此这般 有劳了 在下有事 先行告退 再见 不送了 耶和 原来同伙不同人呐 看来是另有踏实相求 哎呀 这位人兄 你弄坏了我的扇子 可不能说走就走呀 闪的这几个县啊 推给你种不种 拿住吧 蹦着啊 你怎知我找不起呢 我要找你的东西 可是金子买不来的 你是 我就是刚刚那位口中说的 惊天大秘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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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 没出这个鬼样子 已经一天一夜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要不然 我就请个神婆过来跳跳 我最近老觉得 花满楼的气氛 有些诡异 你不说我还不觉得 花满楼啊 最近确实发生了许多怪事 难道 是我最近卖了太多的宝贝 挣不住这些妖怪了 看来呀 我以后得悠着点 妖怪 神婆 你们换着我这个 神算子不用 居然请万元 哼 你们现在要是 诚生诚意的求我 我就当里面开玩笑 不跟你们指教 邱玉 你真有办法 人命关天 你有几成把握 你以为跟以前一样 让你倒着玩 不想啊 你给我记得 你要是再求我 你就是孙子 我要是再求你 我就是孙子 哼 哼 宝宝生气了 不跟你们玩了 小儿 你要何必多生事端 唉 不管你了 眼下莫愁要紧 何总有个亲戚 跳了一辈子大神 你速去将人请过来 不要耽误了 好嘞 走 唉 这解铃啊 还需谢铃人 也不知道这赵琵吧 到底是怎么想的 怎么一言不合 就表白了呢 行实啊 见他大气的不敢出一声 不过想想 好像也在情理之中 这狼有才 女有貌的 又到了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的年 唉 说不定啊 他早就对我莫愁 懂心思了 少说两句 没看到头顶的猫烟了吗 非要把人点着了 你才甘心 这事你们不行 都让开 不要 让人上惊吓过度 心里早就都开花了 那我来一招乾坤大挪移 给你输活输活筋骨 我睁一睁眼 你生龙活虎 唉 西川 莫冲动 这个节骨眼上 要以大局为重 不要让情感的野兽 吞噬了你内心的宁静 再脸 哦 那个 西川姐姐 你们别冲动 这脸小事啊 就不劳烦您亲自动手了 哦 我最近啊 逃了一个新宝贝 走 我还跟你说 真有这么神奇 看我这双水汪汪 红色无漆的大眼睛 好吧 那就先让身口给置着 实在不行 你们千万别吝啬我出手 好好好 西川姐姐 你就放心吧 我带你去看我的宝贝 唉 可怜的莫愁 还不知道接下来 要发生什么事情 母猪的宝贝 就是这个 吴越国顶级丝绸民国顶级绣鸟 一针一线 没日没夜 不吃不喝 真正绣了一年才完成的 世上 仅此一见 如果错过了 你将遗憾中的生命 各位客观 不要五千两黄金 也不要五百两黄金 只要五十两 五十两你买不了吃亏 你也买不了上当 五十两黄金 顶级荷包 带回家 开什么玩笑 逗我呢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用荷包这种累赘的东西 这可不是普通的荷包 来来来 它呀 能够摄取你的灵魂 迷乱你的心智 混淆你的认知 你要是把它放在谁的身边 谁呀 就能回心转意 真的假的 来吧宝贝 把你的真心交给我 这 这 这不太好吧 这种妖魔轨道上的东西 我看我还是别碰了 你自己留着用吧 你喜欢这种琵琶 等李莫愁醒了以后 你甘心看着他们 双宿双飞 花前月下 亲亲我我吧 别说了 我借你个人静 你千万记得要还呀 不知天高天厚的家伙 也让你尝尝骨头 我许多了 我许多了 过来 倒茶 这手感细腻光滑有弹性 是个好皮子 这位客官 请你放尊重一点 我可是卖艺不卖身的正经乐师 你 你就是曾经 民动江湖的夺硬皮泡吧 你是 没错 我已经潜伏在花马楼好几天了 事机出手 我要的人了 原来是你 你要的人在卢少 少人卢少 等 没什么事 我叫下来 去吧 我的妈呀 见鬼了 你说什么 我是鬼 西小姑娘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单样 西小姑娘 你好像听我解释 好 你说 我让你慢慢说 救命啊 叶巴桥 我来了 谁欺负你 告诉我 我要替你摆听 这位姑娘 光天化日之下 强强月诗 这不太合适吧 你做哪个葱 叫你多管钱是 查实我 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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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只得 三个 只其实 只得 三个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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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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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呀 这是 这是张哪一出啊 习春 请你 敞开你 太平洋般的胸怀 容纳我这一颗 小小的 爱你的手 请你 用你阳光般的爱 照射到我 就是他 赶紧把他给我带走 我去 这都什么节骨眼 你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不务正业 我管你是什么鸟兵不是了 要是完成不了任务 我就宰了你下酒 请你放尊重点 没看见我现在正在表达 耽误了我的众生大事 谁都病心好了 这位兄台 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的家人 还在他们手里呢 你 你你居然喜欢上习春姑娘了 你 你这是冰写局天伦之师啊 你是 都别说了 这人我要了 你拼什么 就拼他跟我表白 不像有些人 不知好歹 走 别走 我的 别走 乖 亲爱的春 都住手 人是我的 谁也别想动 你就是辽国的走狗吧 来的正是时候 今天就把你们一锅端了 就凭你 一个难堂的小捕快 什么 捕快 原来如此 我以为你会喜欢上这个禽兽 原来姑娘是在欲擒故众 好手段 别别别别 二伯可可 你息怒 我们新春姑娘 哪里是什么难堂捕快啊 这里一定有误会 天大的误会 你让是不让 你让是不让 我 我 我不让啊 我赵琵琶 孤独寂寞了大半辈子 天天与琵琶为生 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知心姑娘 我不能 我不能眼睁睁的 看着她为我受难 我的妈呀 感情动低呀 为了一个女人 你竟然不顾兄弟之间的情意 哎呀赶紧起来起来 你这个没出息的 脸都被你丢光了 你 你 你口口声声说你爱西春 昨天晚上却向别人表白了 你简直就是很花心大萝卜 你心口不易 我看 你只爱你的琵琶 拿着西春姑娘做黄子 欺骗感情 欺骗感情哪 西春姑娘 你可千万别上当了 你 你 你就是一个身披羊披的新兽 不是因为你 我今年 也不能走到这一步 别扯开话题 你就说西春和琵琶 哪个更重要 对 哪个更重要 哪个更重要 我当然选西春 你 你有种就把你这宝贝琵琶砸了 现在就砸 表明心意 对 表个态表个态 砸呀 我 他以中了我的毒针暴毙而亡 天哪 天哪 白包包的 琵琶 天哪 记得好好谢我 记得好好谢我 我 人生一世 乃七之算 等过三万六千天 加油房屋千万座 我 睡觉只需三十宽 睡觉只需三十宽 日落西山 黑了天 只有一家没关门 要问为啥门没关 小罗大谷 其神仙 花姐 这个老太太怎么看上去 神神叨叨的 感觉有 点小恐怖啊 这是神婆 那不再点神气吗 这可是我 跑了十里地才请来的 一般人看不见的 甭管她神婆鬼婆 这到一个时辰了 还没有一点迹象 靠不靠谱啊 问题是你 现在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没有 没有啊 怎么办 牺牲姑娘一定是生气了 男子和大丈夫 身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先进去再说 磨磨叽叽地吵得我脑子疼 到底什么事儿 哦 西村姑娘 您一定要听我解释啊 其实 那天晚上 我跟莫愁表白 是迫不得已啊 其实 我根本不喜欢莫愁 我不 不是不喜欢 而是 不是那种喜欢 都是因为那个禽兽 看上了莫愁 哦不 是盯上了 趴想从中 赵琵琶啊赵琵琶 你太好玩了 笑死我了 笑了我肚子疼 西村 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跟你说话 我的心脏 就胖胖胖胖地跳 言语 不受控制 哦不 请你不要戒外 哦不 不要戒意 行了行了 姐都明白 你就别强行解释了 那你 为什么 会生这么大的气 生气 我生气 不是因为这事儿 哎呀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莫愁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呢 多好一个姑娘家呀 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你怎么跟人家爹爹交代呀 事到如今 都是我错 看来 是时候拿出杀手锏了 什么 夺命琵琶 怎么好像在哪听说过 什么时辰了呀 莫愁怎么还没醒啊 再跳下去 天都要亮了 花姐 哎呀 要不然让神婆也歇一歇吧 这是个神仙 也不能通宵达旦地 折腾啊 天哪花姐 我竟然做过木剑照琵琶 你一定成佛了 等一下 是真的 哎 皮 琵琶兄 你是照琵琶吗 不要呢 我是来救李莫愁的 不要啊 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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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都在这儿啊 哦 原来如此 原来那个宾部侍郎靠近我 是不怀好意的 所以 我才出此下策 着实不想让莫愁姑娘涉险 但没想到 却将你推入另一番险境 还好 上天有好生之德 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 看到你安然无恙 我也就放心了 但 我也要向莫愁姑娘 郑重道歉 看在你 这么有诚意道歉的份上 我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了 不过 冤有头债有主 我要去找那个狗屁 并不是狼算账 他人在哪里 死了 尸体埋在后院呢 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没事 花姐说的是老鼠 老鼠死了 尸体埋在后院 话说回来花姐 昨天为何突然出事 还不是为了你跟琵琶 难道你忍心她把自己宝贝给砸了 她 她的宝贝关我什么事啊 你们两个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好像错过了什么呀 琵琶哥哥 你跟西春姐姐 我去 这他一天的时间 我怎么感觉 我被这个世界给抛弃了呢 不 我觉得我是被琵琶给抛弃了 琵琶 你背着我 做什么坏事情了 没 没 没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这里边有天大的误会 不过 现在 我 已经解释清楚了 哼 琵琶 这么好的机会 你都不懂得把握 想什么你 琵琶啊 琵琶 我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琵琶 哼 哎呀 凭我的聪明才知 不难推断出 这是一出 狼有情 切有意的悲剧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琵琶哥 如果生活霸凌了你 请不要悲伤 不要气泪 不要心急 韬光养晦 这样 你才有力气 迎接下一轮的霸凌 请听奴家细细到来 你看看我 我已经惨到不能再惨了 可是 经过一天一夜的修正 我现在又好了 我又活过来了 你看 我现在不仅能站了 能走路了 还能小跑了呢 琵琶哥哥 哎 哎 琵琶哥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关我的事啊 我 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我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先撤了 西春姐姐 你好啊 看你春光满面 肯定是我的荷包 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吧 怎么样 我早就说过 信我 万无一失吧 惊喜啊 简直是惊吓好吗 我正要找你呢 你那荷包的可信度也太低了吧 这 怎么回事啊 花姐不是说 这赵琵琶 已经向你表明心意了吗 可这跟你的荷包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好吗 算了 不说这事了 你帮我个忙 我就不追经了 什么忙 夏莲 快来快来 在这儿 你说的宝贝 就是这个呀 怎么感觉 有点巨大的样子 抓紧时间赶紧挖 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 抢救 你说的这里 该不会埋的是人吧 怎么和你白天说的不一样呢 不行 我还带 这里面埋的是 香鸡香钻的木乃衣 挖出来发大财 好奇怪 怎么没人啊 不会弄错了吧 人在我这儿呢 啊 滚啊 花姐 既然这样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活跃见人死跃见尸 我必须把那个人上交过假 世上没有白做的买卖 你得先告诉我 你的真实目的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了 其实我要 是 讲身警的 哦 很简单 为了民族 为了国家 为了苍生百姓 为了天下大有 好吧 我信你 那人就在二楼相防 我只是点了他的穴道 估计明日便会醒来 此人多待一刻 花满楼便多一份危险 速带他离开 记住 不要惊动任何人 多谢 赛琳 帮我 陈子不要来 快走 快走 哦 好 哎呀 快点 快点 来了 出来吧 堂堂七尺男儿躲在角落 像什么样子 花姐啊 这次都是因为我 才让花满楼出于危险当中 我 好了 不用说了 那日见他们二人在河边密谋 我就知事有蹊跷 好在及时就成 其实我都知道 你一直暗地里保护花满楼 说起这个 我还得谢谢你的 哦 我是不是应该 我心里有数 你以后呢 也多留个心眼 今日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这能不累吗我 我怕这个亲手有变 我把自己的房间 都让他给睡了 害得我天天跟他挤在一起 我这胳膊 腿跟断了似的 进来 奶奶好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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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 哟 哟哟 哪里来的大孙子啊 哟 我可不是电视剧里面 水水便便就认清的奶奶 奶奶 我的敌亲敌亲的奶奶呀 孙儿不孝 得罪了妖魔当上的人 现在就像孙儿所命 我该如何是好 不过 孙儿不怕 因为孙儿 我知道 奶奶是这个世上 无所不能之人 能把死人变成活人 活人变成神仙 奶奶呀 你救救我吧 好不拉你这个人 干嘛这样子啦 能好好说话的时候 干嘛去了 哼 嗯 不过嘛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求救了 奶奶我 也是不会见识不救的 走吧 让奶奶我看看 得罪了什么妖魔鬼怪 哈 奶奶 这边请 哼 请 孙儿早就准备好了 就在孙儿这厢房里 请吧 就是这位神仙 本姑娘已经知道了 好重啊 就是这儿了 把人放下吧 天天会有人把他带走 好好好 小心点 这 这 这不是我给你的荷包吗 怎么会在他身上 真的是天意弄人了 西川姐姐 以后啊 你可得慎重点 这回总不能怪我的荷包了吧 说得对 确实是天意 走吧 好 这就要是对 我 没有 似乎 让我